2004年,马大帅开播 2024年,泰依旧在影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它被称为东北版活着,中国版教父 可媲美福士德的史诗级作品 这二十年间,马大帅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当代险邪,马邪 由引语组建了马大帅学术研究会 调背狠人犯独刀的精神内核和行为做派被反复咀嚼 网上铺天盖地的马大帅混简视频 配上摇滚民谣的词曲 乃至宏大悲众的肖斯塔克维奇第二原舞曲 无数人怀念马大帅 正如怀念那个能在影视剧里看到恐怖人的时代 百年后要选一部剧带进坟墓 我肯定会选马大帅 为什么这么说?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很悲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排出真实的普通人生活 需要用到敢这个字了 也能理解,毕竟现在很多影视剧都太不敢了 现在拍普通人生活都得夹时机美颜丽镜 在马大帅里不一样,他包了万象,原汁原味 先说里面的民族 包办婚姻,枯丧文化,街头算命 农民马大帅要把女儿小翠嫁给村长的儿子 没经过女儿同意,就受了三万彩礼 这在当时的农村地区是广泛存在的现象 现在这种包办婚姻依旧存在 但是要是敢拍都得被骂成筛子 哭丧文化更是让人惊掉下巴 马大帅进城务工找工作 在升天礼仪服务公司找了个干白式的活 服务层次分为 小哭中哭,大哭,嚎啕大哭 打滚蹲腿哭,论通而哭 哭一通打底两百块 最好能哭的方白眼 让围观群众都能围观这帮孝子贤孙 老人去世了 自家孩子在屋里打麻将 马大帅这种哭丧服务人员在外面跪地上嚎丧 打造一种风光葬礼的模样 哭的客户满意了 还会收获点小费 但哭丧经纪人也会偷摸抽成 踩自己兜里 而且哭丧这活儿 本山大叔小时候也是真干过 无非是想混口吃的 这放现在,这玩意儿能播吗 临棚都不让你在市区里见了 何况这假孝顺的灰色产业呢 玄学民族也是马大帅里的重要内容 人在失忆的时候 往往会企图寻求玄学的指点 要不然现在年轻人都去各种寺庙烧香呢 但其实身心灵这一块风口早被马大帅完明白了 灵魂人物范德彪 先是去街头找老头算命看创业运势 后来又自己开了分水馆为人节目 我给你妈写个日 她第一选择 白 知道啥意思吗 她心目中的第一选择 是白点 知识分子 我又给她一次机会 她 她 选个假 就说明她第二人选 也是等于说下辈子 也就顶多选个穿盔甲的航母 东北一直是玄学的卧土 但如今只有在小众文艺电影里 才能看到些玄学的缩影 就连本山大叔后面拍的 《乡村爱情》系列 也都是唯物主义世界观下 展现新农村的风貌 那些能在现实主义电视剧里 呈现民俗文化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马大赛更珍贵的一点 是她毫不避讳地 呈现了当时多元的社会群体 剧中出现的人物 基本分为三大梯队 第一层 社会边缘人和底层普通人 大坝车上的长发小偷 路边装虾鸡讨的阿胡骗子 鸡一顿饱一顿的流浪儿童 进城物工宽难重重的农民工 第二层 江湖社会人和商人 马大赛的女儿 迷恋上了社会人钢字 以钢子为导火索 又牵出老八 阿豪等社会人团伙 而剧中商人代表队 则以维多利亚娱乐广场老总 吴德仁为主要角色 在社会人和商人的交分中 也能看出 在那时 社会人的地位是高利商人的 我给他放了 他就上这儿了 他有坯吗 没有坯他溜车了 第三层 体制内工作人员 马大赛进城还没找到范德彪 就因为贾超事件被警察误抓了 我们立行公公 指导演员 这是你爸爸 这是谁吧 我 你家 队长 在这儿了 来走 起来过我们走 干啥 站起来 到那就知道了 干啥呀 走走走 到那就知道了 走 后面找兼职 又找到了给退休局长儿子 当推的活 咱俩还得聊啊 这个 吴德只是满足局长 当领导的虚荣心 这部分也到达了粉丝的高潮 找你谈话了吗 警察是抓错人的 局长是要面子官僚主义的 这三大梯队的马大帅宇宙 交织出了千禧年后 全面的社会景观 现实且魔幻 但敢拍只是马大帅最不值得提及的一点 他之所以有如今的史诗级地位 更重要的是 他成了普通人的倒霉生活指南 2004年前后 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热潮时期 无论是马大帅 还是早几年进城的范德彪 本人身份都是农民 马大帅的剧情 也主要集中于二人进城务工的命运起伏 并不胜利 甚至可以说是倒霉 简单盘一盘俩人干过的活 得过的名后 马大帅 刷盘子 街头二胡 脱脚 修脚 扣除刷盘子 送盒饭 调账 哭桑 拳击培炼 文化指导培疗 老太太住家 保姆 大帅打工子弟 小学校校长 大帅忙碍按摩整体所长 高棍擦玻璃员 美容院副董 婚拖 送术员 向牙山导员 四郊侦探 流浪汉 农民 范德彪 贵英饭店厨子 维多利亚娱乐广场 吴总经理的保镖 在水一方锤调员 得标股份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换季 桂英封位餐馆老板兼行政总厨 标记亮仓董事长 大校导宫子弟小学常务副校长 后勤部副部长 婷语老师 太人是某宾馆卫生间管理处主任 桂英饭店 老板兼皮子 大发中益诊所导臣 小翠美容院副董 标哥节目馆首席节目师 辽北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兼 首席研究员 洗车员 俩人家起来干过好几十个职业 可以说是被社会仿佛锤打 马大厦的喜剧剧情 也包裹着以马大厦和范德彪为代表的 农民工进城务工 困难重重的悲剧内核 故事的结尾 马大厦回到农村 曾经分生水起的范德彪 在自杀未果后也狼狈不堪 用诗词来说 是东风不语周狼辩 用小品台词来说 是这个小河才是你永久的家 用东北话说 倒霉 倒霉没了 这和我们当下有无限的相似性 马大厦说的是农民和城市化的关系 范德彪来到县级市开园打拼 成功时光宗耀祖 回村咔咔发钱 仿佛祖坟都冒清烟 失败时想从头再来 几番波折 却难以东山再起 和马大厦骑车去趟大城市铁岭 心怀着对更大城市的光明化梦 更大的梦是去南方打拼 那里有机遇和金钱的沃土 但这梦却在以农民这个身份应对城市化的过程中 屡战屡败 碎了一地 脑袋大脖子粗的范厨师 偶然成了保镖头子 没上过几天学的农民马大帅 竟然当上了校长 处处映照着大张伟的那句话 不必四处看 你就是答案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范德彪在剧中经历了三次信仰的转变 分生水起时 踏功官二爷 这时他关注江湖道义 是生活 寒酸落魄时 踏功财神爷 这时他再一搞天知道 是生存 会更门发时 踏功周公 企图在玄学中寻求心灵的平静 最后他谁也不信 回归了原始的哲习命题 认识你自己 现在看咱的生活 也许充斥着倒霉 灌满了焦虑 但正如马大赛的片头曲那样唱到 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